大家好 我是大叔Kisa 這是露娜覺醒關卡的第一階段 跟其他英雄一樣 夠練度就OK 而且有個Buff在身就不用大超絕 如果你露娜練度不足 可以試一下趕用弓露娜 配這個白票弓 即是烏蘭二之弓 再加特閘老騎兵 還有被動技再移動 如果計算好再移動的聖元移動 才出手 就可以白票弓打 如果量度太低 就需要再升一下 再挑戰 好 露娜覺醒關卡的第二階段 第一回合是原地待機 等對方衝過來就可以輕鬆一隻打 這一關沒有第一階段的Buff 所以露娜可以帶回超絕 第二階段覺醒是難度不高的一關 大家都快點拿這招露娜的覺醒技 我覺得暫時的覺醒技來說 這招都相當不錯 沒問題 真怪,對方 像是冷靜的 對方 等冷靜的 運動 躍上 又是我的番嗎? 仍然是完蛋了 秀子 好 好 行動開始 準備完了 好 風神領域是主動使用時獲得高階的風指纏繞 將自身的魔防1.5倍代替攻擊 效果無法被推散持續6個回合 拿到風神領域 當其他飛行的有軍時通過自身的周圍兩格地營時 就可以獲得面兩格片除移動力降低的機會持續2個回合 不會被驅散的魔防1.5倍代替攻擊力 MPC的法師原本移動力只有3格 現在在風神領域下可以走到五格